正式打电话 张一芳 接电话 来了 又是你的对向的电话吧 电话来得还很平嘛 好 你接电话 我去送你报纸 谢谢您啊 接吧 接吧 喂 我是你三叔 三叔 您找我有事吗 你听着 有件急事需要你去办 您说 找谁啊 找你啊 找我 怎么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是野方吗 听得出来 你的声音我怎么会听不出来呢 你也不来看看人家 我最近呢 工作特别忙 没时间 忙忙忙 我就知道你得找借口 谁不忙啊 不是不是不是 真的不是借口 我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 真的 丁芳 其实 我也特想你 真的 我特别想见你 我才不信呢 谁骗你谁是小狗 就你嘴巴甜 就你嘴巴甜 那好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 今天晚上七点半 我们团在天桥剧场彩排 你来看我演出吧 然后 咱们去东来顺吃涮羊肉 你看怎么样 这个啊 这什么这 你又得找借口啊 我可告诉你啊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哎 好好 我去 我肯定去啊 你别生气啊 我 我马上跟领导请假 好吧 别生气啊 这还差不多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 殷勤格子方案 还有一点 报告 进来 呦 处长也在 哦 你们说 什么事 哦 今天不是周末吗 我想 说阿特我还分什么周末不周末呀 想请假是没门了 又来任务了 有任务不是好事啊 咱俩还得将功不过呢 拱足 看不出这招是什么意思吧 一个上来送死的 跳马 还是来送死的 嗯 就算你看出来了 都是故意送死的 也浪费了你不少时间 你还必须把他们一一的吃掉 现在我就要 将军 你死了 再确定一下 各观察点准备好了没有 是 各观察点注意 各观察点注意 我是泰山 我是泰山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一号宣布完毕 二号宣布完毕 三号宣布完毕 好 南眉 到 方飞 是 泰山 泰山 一号报告 一号报告 目标飞过方向正系 目标飞过方向正系 这儿 三号宣布完毕 二号报告 目标飞过 再向西南 三十回弯了 泰山 三号报告 目标飞来 第二号上升 啊 又飞回来了 陈主席 入 泰山 泰山 我是四号 我是四号 四号向您报告 四号向您报告 目标正在上空盘旋 目标正在上空盘旋 注意观察 注意观察 泰山 泰山 目标落下去了 目标落下去了 报告落下去的方位 报告落下去的方位 黄承根 福寿 绸锻端庄后院 黄承根 福寿 绸锻端庄后院 好 三面 走 咱们到除断庄去看一看 看看她的主人是谁 她的背景是什么 她跟程卫围到底是什么关系 是 走 绸锻 请恕我直言 丢阻宝具我不是不懂 可是 接着说 没关系 我想知道 在这盘棋当中 仲华像是什么角色呢 你说 你说呢 我觉得您处理那个许展有些 有些太突兀了 所以 你才有疑问 心里才不安 对吗 你承不承认 仲华的智华的智商比我们高 我不否认 我不否认 嗯 那就挖一挖 反正常逻辑的推论了 假如 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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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作傻瓜 故意演出 不知道您在骗她的把戏 很好 很好 看来我这个女弟子 真是清除于蓝 而胜于蓝 不过 局作 我还是不明白 您到底是相信她了呢 还是认定她就是真正的中华一号呢 我才不管她是什么呢 只要她能扶手贴耳 乖乖地 按照我的布局走旗 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最最关键的 姐秘说 你现在还是应该潜下心来 好好地学习学习毛泽东的文章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你现在也不是 自认 można 伺候着您呐 掌柜的 你们家有什么好布料 给我闺女呈点 先生 您那可算是来着了 全城 也就我们这一家 百年老店呢 爹 料子还挺好看的 好好好 掌柜长 你们家老板是谁啊 叫什么名字啊 您是问我们家掌柜的 是啊 我们老板姓杜茗玉啊 那位就是我们杜老板 先生 百年字号错不了 您看看那部 外面 您看我这派头像不像大老板 大老板 不像 那像什么 吐材柱 那行了 我赶紧给衣服换了 没几分钟 好 夕军 您在哪儿去 去学生家里家访 你们这是 我来换套衣服 您看我这套打腕 我穿着就不舒服 我还是穿军舍好 肥肥大大的 您等着白眉啊 去吧 白眉 你们又有新任务啊 嗯 对了嫂子 我还得感谢你呢 谢我 嗯 谢我什么呀 你想不到吧 今天鸽子带我们去抓特务了 鸽子 抓特务 啊 哎 到底怎么回事啊 行了 许姐 嗯 这是我们的工作 你就别打听了 哎 老杨 有件事我得提醒提醒你 什么事 你是不是太不关心你的部下了 怎么了 我就知道你都给忘了 自从给宝亮介绍的女演员之后啊 你们的工作啊 就一天到晚的连轴转 忙了忙 弄得人家 连个约会见面的时间都没有 连我这个介绍人都落埋怨呢 哎 嫂子 你给宝亮介绍的哪个女演员啊 给我团跳舞的 姓郑 哎 老杨 我可看见 宝亮和小郑吵架呢 我说嘛 她这两天啊 跟丢了魂似的 行 我会给安排好的 白梅 我们走吧 是 嫂子走了 白梅 有空到家来玩啊 我给你做好吃的 谢谢嫂子 走了 好 走了啊 鸽子 抓特务 都已经查清楚了 这个杜郁 今年48岁 河北保定人 现在的伪装身份是 黄成根 福寿绸断庄的掌柜 他在抗战时期 就参加了日寇的特务组织 抗战胜利后 又转投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1948年 奉命潜入北平 代号 尼秋 天字一号就像一坛臭狗屎 是 招来一群苍蝇嗡嗡叫 我看你们可以动一动啊 老杨 先秘密监控这个毒瘀 今天晚上十二点 把它秘密拿下 是 整个人都这么围 这个演出 表演就快结束了 还惦记着呢你 真够行着呢你 我怎么行了我 还不行啊 都跟歌舞团的女演员练上了 别提这事啊 一踢我就闹心 闹心 闹什么心呢你 我看你啊 是稍包稍迷糊了 说真的 就干咱们这行的 能不能找到一个媳妇 和两说呢 咱们这行怎么了 别的不说 咱就单说这时间吧 哪分哪秒算咱自己的 前几次 都有任务跟人家没约上 人家对我已经 一肚子意见了 这次刚好 本来约好的去看他们演出 演完了 然后我领他上东来事搓一顿 人家搓来搓去搓这儿来了 那你就跟人家 好好解释解释呗 那有什么了不起 怎么解释啊 我解释什么呀 就咱这工作兴致 什么都不让说 我怎么解释 我骗人家 骗来骗去 我这心里都有阴影啊 有那么严重吗 你又不是恶意欺骗 要我说呀 这不能理解你的 你也趁早别惦记 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 两条腿的好姑娘有的是 你能不能别站着说话 不要疼啊 男大当婚女大当将 你不着急 我急 刘宝亮同志 我这以前呢 真是把你看错了 我还当你是个什么 胸有大志的人呢 闹了半天 老婆迷 你这嘴上能不能积点阴德你啊 你老胸挂我倒水 你说你老这样 你你你什么时候 能把自己嫁出去啊 哎 皇上不急太监急 我的事用着你操心 我这是关心你 请问您是 眼镜蛇 请 里面请 咱们是不是也进去看看 不行啊 杨科长交给咱的任务 就是在这里蹲守监视 没让咱进去 我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啊你 这女的出现 算不算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你就得灵活激动 那要出什么娄子怎么办啊 看你那样 你不去啊 我去 来来来 回来 行行行行 我跟你一块去 出了娄子 你别够好连累你啊 你主谋我携从 我怕什么呀 我怎么这么多 刘莓的 我们是来买料子的 赚会的 快开门 长盔他 把门打开 不好 出事了 我要 好啦 快开门 快开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站着干什么 看见见上去 是 是 同桌 同桌 这个是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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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那今天早晨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人进来过的痕迹 有人进来了 痛快说有还是没有 我没发现 真的 你去吧 这个蝎子 还真有两下子 能把指令送到我的窗台上 还把卫生打扫得这么干净 要是这样的话 咱们还真得留点身了 怎么 这后脑勺 作用一双眼睛盯着你 这可太吓人了 现在咱们怎么办 废话 按蝎子指令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能告诉你 不是我不愿意 是我深深的爱着你 我默默的把你藏在心底 让它成为永远的秘密 在飘雪的冬天里想起你 我的心一片冰冰 在月亮的夜夜里想起你 我的蓝天晴空万里 为了你为了你 我愿意容舍你和为你 我愿意我愿意为了你 为了你更美 我愿意我愿意 在飘雪的冬天里想起你 我的心一片冬天里想起你 我的蓝天晴空万里 我愿意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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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为了你 愿意为了 掌柜的 货已尽仓 你我素不相识 认错人了吧 没错 你不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华一号吗 我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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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